今天我们来一个大家来广州这边旅游或者是出差都想来这边买衣服的 这个是白马 白马服装琵琶市场在广州这边是属于老大 种类很齐全主要是以中高端为主 再加上它现在又扩大了很多 来白马这边现在逛的话 无论是逛街的体验还是说吃饭 各种体验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它现在就是吃饭的话在一楼这边也是有 一楼二楼都有以前没有 它现在已经增加了一楼二楼 吃东西也很方便 逛街的话就更不用说 你如果是来这边买衣服的话 它整个空调还有其他各方面体验度都是非常好的 他们家的衣服买过的人都说特别好看 可能是版型很好吧 白马楼上的衣服会更多 如果你们要找那个种类多一点的话 你可以上楼上去 而且楼上有些衣服的质量真的是很好的 白马这边的服装来源种类是特别多的 他们有些是二批有些的话是自己有服装工厂 有一些的话他可能就是跟一些牌子里面他就是有合作的他自己拿一点 在这里卖像这种方式的话是比较多的 但是你们如果是拿货的话你就要选一个你自己比较适合你自己卖的 就比如说你在一个灯口里面你看的这些衣服差不多都适合你店里面卖的那你们就去问一下 首先要搞清楚他到底是一批的还是二批的 如果你量比较多那肯定是一定要是他是一批的才跟他合作 如果你量不多的话你在其他地方又找不到比他价格更有优势 款式又更有优势的那二批的话其实也是没事的 虽然说二批听起来可能是不太好听 可能是说价格各方面是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他既然能够在白马这个琵琶市场这个当主这么贵的一个地方能够把二批底做起来说明他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个优势的 要么就是选款特别好要么就是他自己的这个价格方面他肯定是有优势的 就是你拿不到或者是其他人你拿不到他这个价格 在这边批发的话他报的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他是根据你自己拿的量来的批发是不能讲价的在这边零售可以适当的讲一点价格 这个只是针对那个新款来说的但是砍价的这个规则的话也不像其他的那种零售的砍价一样的不能说对半砍 如果对半砍的话那估计有些当口有些人脾气比较急的话那可能他们就会说了啊 只能说适当的你们根据你自己当时的情况来 最近这一段时间每天都会有好几个人实行问批发市场13行那边是不是有当口在直播 而且家的价格都是特别的低 如果我说实话的话估计会有很多人不高兴也不是他们想要的一个答案 我可以从一个比较中肯的这个角度去跟你们说 那边当口有是有的但是相对来说真的没有说很多当口才去直播的 可能有人会这么反问我说我是做直播的我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 你们如果是老粉的话应该知道我做直播的话是没有做起来的 我只是有时间偶我的时候就直播一下 但是我主要的话不是以直播为主 说实话这些当口直不直播对我影响也不大 所以我更不存在说为谁说话 但是13行这些当口的话有直播的它真的是比较少的 因为他们也是明白这个厉害的一个关系的 如果刚上的一个新款它就全部都直播的话 那很多人他就不会去拿货了 尤其是现在拿货的都比较反感说当口是直播嘛 我去那边打货的时候有些当口知道我是做网上的 刚出的新版的话都会跟我说这个版我们是刚出的 做网上的话公司有规定暂时还不能拍对不对 那这个毕竟也是人家的一个生存之道 那我这个时候的话我肯定也是不会拍的 更何况说要做直播的直播的传播速度会更快 因为你马上你一直播你所有的款式你都是让别人知道了 大家啪啪啪传播都拍完了 那你这个当口还怎么去给批发给其他的客人对不对 直播的当口那些为什么要直播呢 因为本身他们的那个线下的客户本身他这个份额占的就少 他主要的一个营业的一个份额的话都是以这种直播的 还有这种网上的事为主的 所以的话他就会要直播 如果你们就是做线下的比较介意的话 像这种当口避开就行了 去拿那种就是说他保护这种线下的这个当口就行了 因为款式现在说实话没有说哪家的款式就非常好 没有说我拿了家的拿了他家的款式就能够发财 自护一下子爆发没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的款式雷同率是非常高的 其实现在相对以前来说直播的这个当口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前两年尤其是有一年特别疯狂的时候 史大行那边你过去的话大部分当口都是在直播的 现在还稍微好一点了 要全部关停的话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已经发展到这种趋势 有这个存在他肯定是有这个当口在直播 就像从有电商出来之后 大家一直都呼唤着要关停这个电商 呼唤了这么多年这个电商还不是一样正常的一个发展 他这个出现了他肯定是一个共存的一个关系 你出现了不可能说你现在要全部的支持实体店 或者是说把实体店全部都关了 再支持这个电商 他这两个都是共存的相互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如果说你们是做线下的就安心这个款式 在网上一下子就卖掉了 一下子就还没有货还没有回来 那当口就直播了 那你们避开这次当口就可以了 去拿那种保护线下的这种当口就行了 现在大部分枇杷市场他都是保护线下的